說一下怎麼樣去修改那個Spider的路徑 那第一個的話呢這邊 我已經改好了 第一個按那個在Python384裡面的scripts 記得往下拉拉到這個Spider 有沒有Spider3.exe按右鍵 那理論上你的電腦裡面應該都有裝那個吧 Nordepay++這個東西 有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請你Google打 找一下Nordepay++ 這個軟體一定要裝啦 因為你只要寫程式的人基本上都一定會裝這個東西 如果沒有你Google打那個Nordepay++ 它就會找到那個連結你就把它下載就可以了 這個軟體其實非常棒 而且是免費的啦OK 那我們基本上就做幾件事 第一個 打開之後的話按右鍵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你會發現哇裡面就是一堆亂碼 它其實裡面當然它的程式 至於是什麼我們先不是很重要 最重要是找到我們要改的地方 那打開之後呢 第一件事喔 我是建議你直接先把檢視裡面的有個功能打開 叫做自動換行 因為如果你沒有把自動換行打開的話 它會變成我們要改的東西可能會折行 就是如果沒有折行就跑到最右邊了 那最右邊你很難找 所以第一步 請你先找到那個檢視裡面的那個 那個自動換行把它打勾 那第二個的話呢你直接把那個下拉 把這個 卷軸有沒有直接拉到最下方 拉到底就對了 拉到底之後的話你會發現喔 其實這邊就會有 應該在倒數的 2468 10吧 大概倒數第10行 原來的路徑是低跌 低跌底下的這個路徑 反正你看到D帽號斜線 然後後面有個Python384 那其實主要它需要如果它要run 它需要這個東西啦 就什麼Python的一個 W 的東西 那 所以呢我們只要跟他講說路徑不在D啦 在C 所以其實這邊的話只要什麼 D改成C 這樣就OK了 當然一樣啦如果你這樣來放在 別的路徑 不是D跌比如說1跌你就改1 沒關係 反正是同樣的方法 OK 好 那改完之後你把它存檔 再開起來 那恭喜你理論上應該就OK了 所以這個很簡單 以後如果你要改路徑就從這邊去做修改 那改完之後的話呢 把它save一下 存檔 那再來的話呢 就直接點它兩下 那你會發現了 我們的Spider 就打開來了 OK 不過有的電腦好像run比較久一點 我發現那個有些 就是 你假設 不是說最新的電腦的話 可能會run 剛啟動會花一點時間 好那我剛剛已經預先把它打開 那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要修改哪些地方 一般的習慣是這樣啦 因為英文環境有些同學習慣 有些同學不習慣 如果你不習慣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改成 中文版的 但是它中文好像只有繁體中文 OK 不過繁體中文至少 如果你比較 想要看到不是英文環境的話 你可以設定 那如果你習慣用 那個英文環境也OK啦 那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自己習慣的部分是 我還是習慣用那個白底 不是黑底 看個人啦 有的人很習慣用黑底 但是好像根據那個 那個 網路上面所看到的訊息 好像是黑底好像比較 對眼睛傷害比較少 OK 所以你 很像用黑底 不過 個人習慣 我還是會習慣把它改成 這個 白底黑字 那改的方法其實很簡單啦 你打開Spider之後 接下來特別注意喔 其實改的地方非常好找 你只要看到一個板手 就是這裡啦 反正以後呢 相關設定請你就從板手去找就有了 OK 其實Spider也 我是覺得他設定就還蠻簡單的 那改哪些地方呢 第一個 語系好了 比如說我還是習慣用那個中文環境 那你就把那個板手按下去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 第一個 General這個 一般選項 的Advanced 這個Setting 這邊就會有什麼 Language 有沒有 進階選項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 目前好像沒有反體中文 不過改簡體中文好了 OK 那你要Apply 等下他會重新啟動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希望改什麼 等下你問Apply 他會問你說要不要重新啟動 然後他會 跑一下 重新開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說如果我要改什麼 改那個 背景我不要黑的 黑的看起來 就是看起來 沒那麼舒服的話 那 我一般會在第二個選項 第二個裡面的話 你會發現這邊會有一個什麼呢 Main Interface的選項 所以這個就是 你選到這個選項 然後呢 這邊就會告訴你 他的那個什麼呢 他的Icon的那個Shin 他的布景主題 應該不是這個 應該是下面這個 在這個底下這個 這個地方 他預設是 Spider Dark Dark的話是深色 那如果你假設 這不要是深色的話 我個人的習慣是改成 Dark的上面一個 就Spider 有沒有 這邊會顯示出 喔 白底 然後呢 其他的字 就會有顏色 按OK 好 那兩個啦 所以喔 改了 我大概就改這兩個地方 其他我不改 那如果你假設你 用英文習慣 你也完全不用改 然後如果你假設 不要改這個 背景的話 那這個也不改 沒關係 你就可以開始寫程式了 按OK 那這個時候他會問你說要不要 Restart 那你就把它Restart一下 這樣基本上 就完成了 OK 那你就可以開始在上面寫一點簡單的程式啦 那包含就是說呢 我在 我們的那個 基礎課的時候 上面會寫 寫一些簡單的 比如說A A等於多少 B等於多少 然後把A加B的結果把它return 把它顯示出來 Print出來 那大概你也可以測一下 如果OK的話 那應該基本上就沒問題 那這個是有關這個環境相關的設置 你一般打開來 他就出現了 而且他好像有最新的版本 已經更新到 5.21 OK 好 好 這個是第一個 那當然你如果要寫程式的話 基本上就從這邊 開一個新的module 就開一個新的 以後都寫 開一個新的module之後的話 那我們程式就可以開始從這邊撰寫 那理論上我習慣會把上面的註解 把它delete掉 然後按Ctrl加 Ctrl加的話就是把字放大 就可以在這個地方完成我們要 做的程式輸入 OK 所以 第一件事情 反正先把環境 先ready好 第一個 那 再來的話呢 後面我們就 逐一的來看 所以 進階班的部分 理論上 我們還是會先從比較簡單的一個抓取 資料開始吧 那至於抓哪些資料比較簡單 其實理論上 像抓那個CSV跟Jason 相對還是簡單 或者像 XML XML檔案其實也是相對簡單的 所以 也許待會我們就先來找一些資料來 抓取 所以 這個 第一個 後面的話呢 我們會漸進的 來 由簡單到 複雜 OK 那當然呢 我們基本上 我們會希望說 抓取資料之後 第一個 可以把它存檔 也許可以把它至少 存成像 CSV吧 可以讓它 跟那個 Excel 相對比較好 銜接 你開啟也比較沒有問題 或者像 這個Jason 另外的話 還有啦 就是把它儲存資料庫 再來慢慢我們就是進到網頁的部分 也許就是找一些 比如說新聞網 我想新聞上面標題 如果想要把它抓下來 怎麼樣把它抓下來 並且儲存 把它存檔 OK 然後呢比如說像什麼外匯資料 或者像什麼股市資料 或者像金融相關資料 慢慢慢慢的後面其實我們會銜接一個跟 剛剛有提到跟證照有關係的 那那個證照考試的話基本上 它是分成四類 那這個四類的話跟我們這個課程 剛好 剛好相 就是可以互相可以搭配 那裡面的話第一類就是什麼 有關那個資料處理的能力 OK 那這個可能比較牽涉到檔案跟資料庫的相關處理 OK 那第二類的話就是網頁資料截取 和轉換 第三類的話是 那個資料分析能力 那最後一類的話就是什麼 視覺化能力 那這個部分的話 你們其實可以再參考一下就是 有一張證照 那這證照的位置的話 基本上你們可以查一下 那個 它的官網的話 你們可以 打一個關鍵字 也許叫什麼 TQC plus TQC 後面加一個加號 就這個網 TQC加號的TQC plus 那這個網站 就是 這個證照的那個 官網 OK 那裡面的話如果你想要知道細節部分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網站點擊進來 那我 這個網站的話 當然裡面不只是只有Python類的 其實還有別的啦 那如果你想知道它的那個Python的詳細內容的部分的話 那你們可以看到這邊有個認證內容 認證科目 那其中的話呢 它有 包含有 這一些 關於什麼呢 你可以往下捲動 前面好像跟 跟那個 工業設計比較有關係的 那再來 中間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有一張證照 叫網頁資料擷取分析 Python 就這一張 那當然呢目前 這個單位目前 的Python證照總共有四張 第一張的話呢是 這個應該基礎程式 語言Python 第二張是程式語言 有沒有 其實差在這兩個字基礎 其實這兩個 看起來好像是兩張 但實際上 他這個是 從一張證照 分成兩張 也就是說 這個基礎的話呢 他是考 這個兩個其中的一到五類的題目 他總共有九類 他考一到五類 那這個的話是考一到九類 也就是這個 如果前面有基礎的話 好像就考個五題吧 那如果你是考那個 沒有基礎那一類就是考九題 後面難度其實相對比較高一些些 這兩張 另外的話 剛剛提到的就這一張 網頁資料擷取分析 Python 這一張 那 另外還有一張 最近才推出的 就有關那個AI的部分 AI的那個機器學習部分 OK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對那個Python證照有需求的話 或者是你想要至少有這個專業 將來 怎麼證明 那也許哪個證照也是一種方案 那當然就是 可以從上面去稍微了解一下 那其中的話你可以把它點擊進來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這個網站 那裡面的話呢 基本上 他有提到了 他考試的 大概幾個 幾個面向 考試時間是90分鐘 然後呢 考試的費用是1800塊 考試題 所以等於是說如果 測驗的話 一題大概 就20分鐘而已吧 平均下來 就要把一題做完 OK 那我自己是有去參與 剛剛講那個證照 其實我都有參與 連AI的部分也有參與 那本來AI那張證照是 上網就是研習 之後要考試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打亂了整個佈局 那這一張我有去考 其實這一張 我是覺得考下來 感覺沒有那麼困難 只要掌握一些重要的關鍵地方 其實我覺得 倒也沒那麼困難 而且 其實這個考試 好像 看起來似乎是 要你全部重寫 但其實不是 這個考試基本上 因為他考慮到很多人 其實程式底子都沒有很好 所以他就考什麼 考填空題 也就是說他把一些主要的程式都給你了 然後他要你填什麼 填一些關鍵的一些 程式碼上去就好了 也就是你如果可以把那個 關鍵的他給你的那個缺 的程式 打出來 然後可以work 可以執行 那就算 通過了 OK 然後他每一題的話是25 不是每一題 第1大類的話15分 第2大類20分 第3的話是35 第4的話是30 所以其實最難的是 第3大類 35分 那他及格分數 是70分 也就是說如果你要拿到這個證照的話 不是說一定要考100分 也就是你只要考70分 也就有證照了 所以其實 假如說 這裡面 你只要做3題就可以 但是 第3題一定要揮就對了 那其他 其他3題 只要 再答對 兩題 其實也可以拿到那個證照 OK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 他還有一些相關的需求 再來就是說 你拿到這張證照 然後其實還可以再拿一些他有專業 相關的人員別證 所以你如果在考什麼 剛剛講的那個程式語言 再加這一張 然後再加這一張 其實他就有另外獨立出一個證照給你 當然如果有這方面專業需求的話 你其實有這個資格啦 至少證明說 你是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 OK 所以請客也許先把這部分先了解一下 好 待會我們再 來看一下後面的部分 所以 請各位先把那個剛剛講的環境設定 然後還有就是 我放在那個雲端上面的相關的資料 或許如果你前面 假如我上過課的同學 你也許可以從第6個單元開始 OK 那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